大家好我是小妹 今天煮点猫汁海鲜来吃 你们看这满满一大份海鲜 是上飞我从山下带回来 我一直没舍得吃的 今天全部拿起来找了 这个海鲜要不等一会儿 我带你们去我的菜园子看一会儿 随便给点青椒回来 看这个地方那个海椒 它们不是草天椒 我尝一下 辣不辣 好辣 这个地方是哪来的有我这种海鲜 这位给我留着做种 这个海鲜好有那种本地海鲜的味道 这个海鲜 跟其他海鲜不一样 这次我买的草天椒 海鲜那种可能它混蛋了 有我本地海鲜 没那么夸张的吧 来吧 我这里还有一瓶 来我尝一下 我就不信了 咬一颗 焦 没鬼了 你说嘛 你不行 你还中间的我好像是斗的草 我就摘了两个南瓜 来个海椒看就行 妈 好可味 你看我给你对比一下 这两个海椒的颜色 你看 如果你们要去选海椒 想那种辣一点的海椒 就是那种青 青黑青黑的 颜色越深 它这个味道就越重 但这个贝贝南瓜 我都摘起来 给小猪猪做熟食了 把青椒干切成小段 每年我都喜欢自己种这海椒 我觉得 有那种辣椒清香味 小儿爸喜欢吃小炒肉 年年五十的要给它炒一下 你都几个月没给它炒小炒肉了 你还好意思说 那天吃了牛肉 小炒青椒牛肉是哪个做的 哪个吃了啥饭 竟然是圆黄 我就说 现在我要把海鲜中去打整一下 这个是个螺丝肉 没坏感 好有人劲 这个是袋子肉 要划一下 小心点哈 不要划得去啊 这个烤漆吃好吃 就是吃中间那坨肉 这么大的三百 你们看 哦 肉都掉出来了 这个可以吃 是它的黄 在中间还有那么大坨肉 嗯 在这时挣脱三百肉 这时都可以吃 很安逸 先擦一个师妹来煮那个烙汁 里头加的姜片 大蒜 桂皮 香叶 八果 花椒 烧开以后煮十五分钟就关火 我们家味泡出来了 泡出来了 嗯 嗯 你看 每次都是它往外头跑 反正 而且找你的同伴 它估计也是被嫌弃了 里头有你看那个鸭子和蚝儿耍 有两个蚝儿是母的 这个是公的 我觉得 可能它两个老婆不要它了 所以说它就 这么往外头跑 我这个烙汁就做好了 把那里头的一些大料给它漏了不要 这个汤汁里面还要加调料 酱油 来点生抽 蚝油 白糖 盐巴 把这个火转软到这里 我头再盛一锅水 放点姜片 还有葱节的鲜 这烧开就可以烫海鲜了 倒盆料酒 那你先稍后 先把这个鲍鱼给花刀 先烫这个葱子 这个比较容易熟 又下去 看到时间啊 反正你觉得 差不多了 就给它捞起来 炒过一分钟 鲍鱼 三杯肉 把准备好的青红辣椒 给它放下去 把这个汤汁倒进去 最后撒上芝麻 鲍鱼 我肯定觉得没得好多盐的 刚刚才泡进去 好吃 二边 顺便 来 来 嗯 好吃 但是我觉得有点淡淡 再泡一下更好吃 你应该夸一看我 下次我才会给你做好吃 我心里面已经在夸一面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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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